乌克兰国防部长吴梅洛夫在星期三7月17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 50万俄罗斯军队正在包围乌克兰 俄罗斯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再增兵20万至30万 吴梅洛夫再次呼吁对乌克兰使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远程武器松绑 7月18日 欧洲领导人在英国流行附近的布林海姆公 主持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呼吁谈结一致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战争 同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成功的在欧洲议会获得 下一个为期五年的任期继续担任欧盟这个最高行政机构的负责任 冯德莱恩在演说中表示如果他连任将会寻求 贺阻中国入侵台湾并重生无论历史多久欧盟都将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 但一团乌云正聚集在欧洲的上空 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如果入住白宫乌克兰和台湾的命运将会逆转吗 一川普万斯会放弃乌克兰和台湾吗 川普曾经主张如果他当选会在明年一月就职之前就迅速结束俄乌冲突 但却拒绝表明他将如何达成该目标 而川普刚刚宣布的竞选搭档万斯在意识形态上与川普相继 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华盛顿应将注意力由欧洲重新转向东亚 在获邀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后 首次的采访中万斯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将中国称之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并表示川普将与莫斯科和基辅进行谈判 迅速结束俄乌战争 让美国能够专注于真正的问题就是中国 纽约时报评论说万斯坚决反对对乌克兰提供援助 并希望华盛顿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亚洲 如果川普击败拜登 万斯的观点可能有助于塑造川普第二个任期外交政策 促使其转向欧洲以外的地区 作为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万斯在今年4月份的一期博客节目中说道 我必须坦白的告诉你 我并不真正关心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会发生什么 万斯是今年稍早前 最激烈反对批准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新军事援助的参议员之一 对于万斯而言 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 他主张将重点转向东亚 他今年6月接受采访时说 北约国家不能成为享受美国福利的客户 他2月份也曾抱怨说 我们一直为欧洲的安全提供数万万亿美元的补贴 如果川普万斯不关心乌克兰的命运 他们会保护台湾吗 川普日前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时表示 台湾应该为其防务向美国支付费用 此言公布后 导致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股价周三下跌 据路途社报道 川普在彭博商业周刊周二16日刊出的专访中谈道 第一点 台湾我很了解那里的人民 非常尊重他们 他们确实夺走了我们百分之百的芯片业务 我认为台湾应该为防卫向我们付费 川普在答复你会保护台湾抵御中国的攻击吗 问题时讲这方话 彭博商业周刊报道说 尽管近期美国两党对台湾一致支持 但川普在对抗中国侵略的立场上态度冷淡 部分源于经济上的不满 川普说台湾抢走了我们芯片生意 我的意思是我们有多愚蠢 他们抢走了我们所有芯片的生意 他们超级富裕 我不认为我们跟保单有什么两样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另一个让川普怀疑的因素是 他认为保卫地球另一端的一个小岛有实际上的困难 台湾距离我们9500英里 而距离中国只有68英里 该报道指出放弃对台湾的承诺 这将代表美国外交政策重大的转变 其重要性等同于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报道警示说 川普外交政策的交易观点 和他赢得每一笔交易欲望 可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的影响 甚至破坏美国的联盟 拜登总统曾数次表示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军将会保卫台湾 拜登发言偏离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立场 让中国感到非常的不满 三 拒绝保护乌克兰 台湾美国还能再次伟大吗 北京之村主编陈维建先生 在文章 川普要向台湾收保护费 美国还能再次伟大吗 在这篇文章中说 川普被枪手集中的耳朵 流血之中挥拳高喊战斗 一时间承担美国的英雄 美国确实很长时间没有英雄 需要一位英雄 川普承担英雄 就拿了一位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万斯 作为搭档副手 万斯是美国贫民区长大的英雄 他的一部回忆录 乡下人的悲歌 有排成电影 成为美国励志的故事 万斯在接受提名后表示 中国是美国主要的威胁和敌人 并要从乌克兰资源抽身来对付中国 中国是美国主要的威胁 这是相当正确的判断 中国即使与美国关系最好是仍视美国为敌人 反美是中国的主旋律 再加上习近平的东升西降 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冲着美国来的 所以美国再不宣布 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 将会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要把支持乌克兰的资源 用于对付中国 这种说法匪夷所思 十分的愚蠢 首先对付中国不是资源问题 美国仅仅需要抛出中国领导人的腐败 追查新冠来源 遏制中国高科技生产 如再对中国反对势力 进行一点引难中国 烽火燎原的支持就可以了 相信只要一颗长城导弹的钱 就能把火点了 但如果美国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乌克兰就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是俄中联手的战争 如果俄罗斯赢了 也就是中共赢了 川普表示竞选成功后 他将开启俄乌和平谈判 和平谈判如果以美国将放弃 对乌克兰的支持为前提 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只可能是土地化和平 如果是这样 乌克兰抵抗侵略的三联战争 就白打 也自北约等国家置于危险之中 俄罗斯与中国是邪恶联盟 要对付中国就不能放过俄罗斯 放过俄罗斯就等于帮助中国 还何谈把中国当作美国主要的敌人 这是非常危险的思维和政策 日前川普接受美国商业媒体采访时 还表示台湾应该为其防务 向美国支付保护费 这是万事要把美国的重点 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后所说的 亚太地区 台湾当然是美中对抗的焦点 如果说美国对抗中国 支持台湾要向台湾收保护费的话 这不是如同黑帮大佬收保护费一个道理吗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保卫台湾 不受中国的吞并 那美国还能再次伟大吗 美国的伟大使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无私的以美国的资源和官兵的性命 帮助被侵略的国家打败了法西斯联盟 如果那个时候美国说要拿钱 我们才会帮你们 即使打败了法西斯联盟 美国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国家 不过是趁人之危捞一把而已 说的难听点就是发战争财 如果川普对华强硬的背后 是这样的商业算计的话 那么有一天习近平对他说 好吧 你要利益 我就让利益给你 那么川普还会把中国 视为头号敌人吗 中上数数 目前正处在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时刻 美国大选的结果将决定乌克兰的命运 如果川普当选而放弃乌克兰 国际道义和战 如果被侵略国家 乌克兰可以放弃 台湾又为什么不会放弃呢 有朋友会说 因为台湾是第一岛链 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如果习近平做出 川普满意的承诺 川普会不做交易吗 我相信会 为了美国再次强大 做不做民主灯塔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那还是美国吗 纵容一个强大的专制阵营的崛起 美国真的强大了吗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聊天咱们接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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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咱